我们生生世世在六道里面生死如回 跟一切众生结下的不外乎是恩怨债务 所谓报恩报怨讨债还债 无愧是这些 那么在这个当中 可能结怨的比结恩的要多 所以我们排位一些累劫燕金在主 这个是需要的 希望我们透过诵经念佛 信念求生净土 这样来发解素质的因应 我看过《月威草堂》笔记 就是有一个人遇到一只猪 那么这只猪对这个人就特别的凶狠 总之看到这个人就用头去撞这个人 他对别人都不会 看到这个人他就去撞他 那么这个人也非常有善根 知道这一头猪一定是过去生跟他结怨 这一生他投他到猪当畜生去 他到人道来 在人间碰到 那么他就要去报复 所以这个人很有善根 后来用钱给他买了放生 还买了很多好吃的东西 给他这只猪吃 给他做长生猪 后来这个猪终于被他感化了 看到这个人就非常恭敬 那么这个就是说 人跟畜生之间的烟都能够用慈悲心 善心去感化 那我们人间 人与人之间有什么过节 没有不可以发掘的冤仇 感谢观看